大家好 我是德哥 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 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10月15日 2021的抖音美好奇妙夜 在南京完美落幕 可就是这样的一场活动 却接连发生两次舞台事故 让孟赫棠含泪唱完整首歌曲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抖音奇妙夜的水波舞台上 孟赫棠给德云男孩三人组 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D.Y.Boys 虽然他们的节目 只有一首歌的时间 可他却又一次让我们见识到 德云男团的整体素质 和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独特魅力 这次表演是来自 德云社云贺九的三个演员 分别是张云雷 孟赫棠 周九良三个人 在德云社经常参加的 涉外活动里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流水的云霄 铁打的贺九 这其中的贺九 说的就是孟赫棠和周九良 这位亲搭档 可原本属于全能才子的高能时刻 却接二连三的发生舞台事故 张云雷在演出时 粉丝最喜欢猜的 就是他的演出符 因为永远猜不对 可他每次出场 都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尤其是当他缓缓开伞的时候 就像是在你耳边唱歌一样 孟赫棠话筒没声出现事故 周九良神仙就场 两人自嘲轻松回应此事 在张云雷唱完属于他的歌词之后 就到了孟赫棠的表演时刻了 可让粉丝意外的是 舞台却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刚一开口就没声了 幸好周九良不慌不忙的旧场 热才让这段没有垮掉 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当孟赫棠唱到下一句的时候 舞台事故又发生了 幸好孟赫棠的临时反应 还没有让整段垮掉 不慌不忙的用实力证明了 这绝对是真唱 事与至此 整场表演就完美的结束了 和棠棠的心情却难以平复 从视频的录像里不难看出 孟赫棠的眼泪已经到了眼边了 这委屈的样子真是让人心疼 当他们表演结束被采访的时候 主持人问到他 这次来南京有没有吃吃玩玩呢 这幽默的最高境界就是自嘲 德云南团也轻轻松松把这场事故给化解了 而张云雷当晚也对孟赫棠说 这事啊 我也经历过 没关系 下次你自带话筒就好了 随时安慰但继续扎心 因为张云雷也经过这样的舞台事故 张云雷话筒耳麦 G203出现问题 现场却临微不乱 让你见识到什么才是顶级歌手 张云雷不仅是一个相声演员 他还是一个专业的歌手 11月29日对他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是他第一次以歌手的身份来出席活动 在亚洲音乐盛典的颁奖晚会上 成为最大的黑马 拿下了年度最具突破男歌手奖 可在当晚的表演中 他的话筒却出现了问题 和孟赫棠的情况不一样 他的话筒是压根没有声音 作为新进歌手 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却遭遇了这样的待遇 可他却没有慌乱 当工作人员调好话筒后 耳麦却又出现了问题 虽然并不是自己的失误 但是张云雷却站定自如地解决了问题 既没有耽误后面节目的行程安排 也没有毁掉自己的舞台 至此之后 张云雷就送给了自己一个迟到的生日礼物 虽然来得稍晚一些 但他却非常有纪念意义 美玉配家人 宝剑赠英雄 张云雷有了这个话筒 估计以后唱起歌来 也会格外殆尽 其实啊 德云社还有很多在外的突发事件 不知道大家还知道哪些呢 我是德哥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